猪神战 今天我们的职业是美肚沙 可以石化其他人 比普通内鬼呢 多了一个石化技能 不会自灭啊 但是会把别人定生十秒 一般是用来紧急状态下 防止穿越逃跑用的 经常使用呢 容易暴露啊 开局没多久呢 十天之主回溯时间了 幸好我们没有出刀 但是感觉有人被刀了 好拍灯了 没有发现鸡腿 陈寒说霸总到他了 这下即来 开局就没了一个队友啊 霸总老胡头了 还说自己 那就送走他吧 这下怎么办呢 就两个内鬼了 难打呀 霸总是清理者 看来这局呢 好像没有隐蔽者呀 我们这个职业呢 不能打辅助 还是比较拉垮的 那前期呢 就正常的当普通内鬼吧 金控还在亮着 周围人有很多呀 我们只能抓落单的 现在不是出刀的时候 我们先甩开别人吧 好报告了 看来队友下手了 我们这边不太方便下手啊 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 刀刀说投票给刀卧 刀卧说他是从船尾来了 老刘在看监控 鸡腿在撕路口 只能是他刀的 帝说也要出老刘 老刘说这里是追踪者 刀卧说他是时间之主 就说史蒂夫才是时间之主 那我们就投刀卧吧 投他的人应该也很多 这内鬼怎么这么难打呢 霸总刚刀一个还被复活了 老刘刀一个还被暴露了 就只剩我们没被怀疑了 刀我还真是时间之主啊 那老刘也完蛋了 我们保不住了 这反叛阵营是挑战的 还是便捷者啊 好像没有出刀 不会已经被刀了吧 我们破坏一下氧气吧 下去溜达一下 正好我们的冷却也快好了 老刘临走之前呢 能不能再带走一个呀 哎呀 杨带扇过来了 快点跳进滚道里逃命吧 他们应该在养鸡四兄呢 我们现在不能跳上去啊 出现了红色箭头 告密者快要做完任务了 我们要上去了 怎么拍灯了 看来队友没有机会下手啊 只有杨带扇被刀了 他也问我们在哪 难道他知道我们在滚道里 可能是黑客吧 我们问在哪呀 这史蒂夫被堵了 那看来呢 老刘是坏读 应该读的是告密者 林霄说他拍灯要出老刘 就要出刀刀 就刀刀看到了史蒂夫 怀疑他是坏读 太医说我们站在管道上 当时的下管道 这么精准吗 我说我站管道上了 你说我是什么 他以为我们在做任务 哎 本来我还想说 这里是机关师 正要在管道上放信息板 但是我感觉 他像是机关师呀 老刘说他有精髓 现在八个人 等他扫描再出也不迟呀 我们投一下太医吧 哎呀 慢了没投上 即使我们骑票了 也保不住老刘呀 有三个人投在他 就剩我们一个内鬼了 一打六 我们应该是打不过呀 我们这个技能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等会他们盘执业 我们肯定是过不了呀 没办法了 能刀一个是一个吧 好 看到太医来到医务室了 把四刀和上影城都关上 这样他就跑不掉了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他给刀了吧 好 跳关刀去保安室 正好里面没有人我们出来 刀刀上来了 我们把灯光给关了 感觉有机会再刀一个呀 先把刀刀给石化了 等会刀了以后呢 直接进管道里 石化技能呢 有延迟效果的 五秒后就会定住 能定十秒钟 好 他被定住了 我们等一下冷却时间 刀刀对不起了 只能先送你上路了 我随后就来 再见了刀刀 哎 怎么回事啊 我们也被刀了 刀刀是猎人吧 啊 果然是猎人 好家伙 我们居然陪葬了 这随后就来也太快了 本来想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刀一个的 估计是他被定住以后 连着我们 这局是有便捷者的 他还被我们内鬼给刀了 便捷者和内鬼内斗了